在2009年,哥本哈根的协议到了这个协议的时候 开始暴露西方发达国家的真正意图 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过分的要求 就是约定碳排放权的总额 其中发达国家在2006至2050年分配的人均排放权 是发展中国家的2.3、5.4倍 即是可以排多于5.4倍 你发展中国家就不能排 你排1,他可以排5.4倍 大家看不看到这件事? 这些经常是欧美国家的稳笨就是这样的 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是发达国家的5倍 调整的5倍不是你拿的,是他拿的 这个摆明是发达国家 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划过陷阱 就要用排放权利来削弱 这个发展中国家 这次的会议之后 也有了那次著名的采访主持人 在节目中 这次质问这个叫做仲礼院士的画面 就是在中国 这个访问丁仲礼 这个丁院士回答的时候 这个协议说明这个协议不公平 反问一句就是中国人是不是人 他说当年大部分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个发生 这个哥本哈根协议就是发展中国 发展国家 插在发展中国家的一支的吸血管 大家记不记得奥巴马那时候说过 就说如果中国的人的生活 是跟欧美国家一样的时候 这个世界将会是一个灾难 还有那时候他们说 你中国人吃猪 就影响到这个增加了吃猪 就影响到碳排放 大家可能有些少少印象 但是不知道他们发生什么 但是讲讲少少点吃猪 后来有人查过出来的 你说中国人吃猪 原来是欧美人士吃猪 是中国人的五倍 是的 你说我们吃好些就会影响到 其实影响的是你们 所以你看到他们的霸权主义 就知道了 那个时候 中国是加入了世贸 这个世贸组织是不到十年 亦都是 美国遭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 世界的格局面临深刻变化的关键时期 那时候欧洲国家就锋芒不露 想一口气就吃到肥仔 是啊 是啊 很满腸肥 是啊 所以就咄咄逼人 想达成这个极不公平的协议 这件事遭遇到中方坚决反对 因为中国的工业进程正处于在关键法力的时间 同意这个协议也是给自己画个陷阱的 本来美国对这件事不是太热心的 如果中国再退出这件事 基本上就搞祸了 所以最后哥本哈根的协议虽然达成了 但是就没有约束了 协议等于是没有成果的 但是呢 各方通过的激烈争吵 最后摸清了皮脂的底线 为了达成了最终的协议奠定基础 这个就是第四步 接着是第五步 终于在2015年12月 巴黎气候协议就达成了 这次跟之前有个关键的变化 就不强迫大家定这个碳排放减少的目标 而是转为各个国家自己定自己的目标 叫国家自主决定贡献 这样一来就相对公平了很多 所以这个协议就正式了可以达成 这个由发达国家发起 明显是比发展中国家挖陷阱的 一个嫌疑的协议 中国为什么最后不止签署 而且大力支持 公平的嘛 对不对 自己定目标可能更好 还有你不是西方霸权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 不是 绝对不是 这个是中国以反手为攻 大家都知道 这是挖的陷阱给中国 为什么中国会支持呢 为什么中国要大力支持呢 中国之所以大力支持 搞这个协议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个是国内的因素 一个是国际的因素 我们先讲讲国内的因素 在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之后 全世界的央行联合起来救市 中国当时也有参与的救市行动 其实主要的是信用扩张 俗称叫放水 但是中国没有去搞放船水之后 各个国家都去搞金融炒股票 但是中国就没有去搞金融市场 而是主要是将资金搞工业的产能的自动化 生产基础建设 那么在之后几年呢 中国的工业的产能呢 是增加的特别快 各种的项目的很多 能够记得呢 在2012年和2015年的时候呢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新闻说 中国呢 那些城市呢 是墓霾的嘛 是 很严重的嘛 没错 这个跟工业产能增加 其实呢 是当时是因为工业的产能增加而造成的 而正是这个巴黎气候协议呢 通过的2015年呢 中国呢 也提出了一个行动计划 这个呢 是进行了 工级改革 它的名字叫做工级改革 主要目的呢 就是呢 要去排除 过剩的工业产能 而这个行动目标呢 就是跟这个巴黎气候协议的方向呢 基本上是一致的 嗯 也就是说呢 中国自身就有非常逼切的改善环境 转变发展方式的需要 正好呢 利用这个这样的机会呢 一举两得 所以呢 在2015年6月呢 中国正式向联合国提交了 这个的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目标 嗯 二氧化碳的排放呢 2030年左右呢 达到呢 这个封值 亦都是争取尽早达标 这个单是国内的生产总值呢 二氧化碳的排放呢 比2005年下降呢 多少呢 60至65% 哇 哇 跌了很多啊 是啊 跌了很多 很夸张啊 而非化石能源呢 是 是 这个 是属于这个 次能源 消费比重呢 会达到20% 是 是 那 森林的速积量呢 是比2005年呢 是增加45亿 呃 平方米左右 同时呢 中方呢 呢 还将呢 呢 气候变化的行动呢 是列入呢 十三五 发展计划里面 这些呢 都是国内的 那个 发展的那个需要来的 是 那呢 那呢 国际的那个因素呢 是对中国来说 也都很重要 这个因为 碳牌放权呢 体现了是另一种的国际势力 我们都知道 美国现在呢 的财富的能源呢 是美元 嗯 而美元的通道呢 是通过石油 做挂钩的定位 嗯 而石油在工业上的应用呢 就是最大的 碳牌放来源 可以说呢 碳牌放的权 和石油美元呢 是本质上呢 是竞争对手 嗯 碳牌放权 挖起的另一面呢 就是石油美元的地位的削弱 这个就是为什么 美国呢 不通过这个 这个的京都协议书 就是它知道会出事的 因为你最大的碳牌放 就是石油 如果你减少了这个碳牌放 你改少了石油的时候呢 那些人就少了去买石油的哦 嗯 那你买了少少石油的时候呢 那我不需要用你美元那么多的哦 嗯 那大家看到那个关系 所以中国也都 除了国内的需要之外呢 也都刚才我们说了 新疆一带一路要降低美元的风险 和这一招呢 就直接是压杀了美元的霸权就是这样的了 突然间中国会主动呢 而是全世界减排量最重要的一个国家 那么后来呢 特朗普也都直接了 所以中国是退出这个巴黎气候协定的核心的原因 嗯 原因就是呢 这些是对美国石油美元的苦底抽身 但是反过来说呢 也都是呢 凡事可以削弱美元的实力的国际行动 所以中国呢 是否呢 正好呢 应该呢 大力支持 所以为什么中国呢 会大力支持 而是推动呢 所以呢 中国呢 以转变发展方式呢 为内部的需要呢 同时呢 也都承担了大国的减排义务 一下就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可以说呢 这个这样的协定呢 过去呢 是最主要的主导者呢 一直都是西方国家欧盟 现在呢 中国和欧盟呢 是同样一样的重要的主导者 中国的贡献更大 欧洲国家呢 一直是想摆脱美元控制 所以一直是核心的推动者 就是想搞过呢 好像美元一样一路永日的收获财富 从道义上说呢 又高又大又上 但是呢 实际上呢 是经过三十年的推动 终于呢 开始呢 踏入那个正轨了 欧洲呢 可能呢 都没有想到呢 将来呢 是被人呢 是截虎的 这个呢 但是呢 也是没有办法 一步步推动到今天 他没有想到呢 中国真是能够做到 这些减排放的目标 当然呢 长远来说呢 欧洲国家呢 始终来说呢 都是一个受益的 让出一部分的权利和义务 才能够看到呢 这个协定更加稳定 嗯 无论如何呢 这个世界的变化呢 是这么快的 嗯 不是三十年前 欧洲这个想象的那种 还可以争霸的时代了 那未来的世界呢 欧洲国家呢 可能呢 只是打辅助的了 巴黎气候协定呢 将会对未来的世界呢 产生一些深远的影响呢 由于中国将减排的任务 作为一项重要的承诺 所以呢 中国势必会完成 这个呢 对于中国的能源利用方式 和发展方式呢 就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嗯 而刚好呢 中国在化石能源上的供应上呢 就有缺点 因为它的需求量大 是 还有这个海陆上的弱制 发展新能源呢 既可以完全减排目标 又可以在领导世界 向新能源方向发展 为什么中国现在呢 呢 大力推动新能源的利用呢 其实呢 不是为了 不是因为什么 只是呢 因为呢 条件成熟了 我们可以看看 最主要的两种新能源 风力和光复发电的成本走势呢 就可以知道了 嗯 这几十年呢 风力发电的成本呢 减了一半 太阳能的发电呢 几乎呢 降了是90% 而这个趋势呢 呢 也仍在下降 嗯 而这样发生这些事呢 其实呢 原因是很简单的 过去呢 尤其是太阳能 发电呢 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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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呢 产能呢 都是欧美做主导的 价格很高的 嗯 产能呢 有限制 直到中国开始呢 在这个领域法力的时候呢 这个格局呢 就开始是颠覆了 中国在2005年呢 才开始气暴的 但现在呢 已经是基本上呢 实验了光复发电 全产业链的国产化 嗯 将价格呢 就做得很便宜的 然后呢 呢 每年大量装机 拼网发电 一举呢 奠定了中国 成为呢 世界第一的位置 而且呢 领先的优势呢 仍在不断的扩大 在风力发电上面呢 呢 也是这样 中国现在每年 新真的装机容量呢 差不多 是将近 全世界的一半 以后呢 大家都按这个 巴黎 就是 气候协定呢 来搞绿色能源呢 搞太阳能发电呢 风力发电呢 大家只能呢 从中国 只会呢 从中国进口这些设备 而这些呢 就是中国的条件成熟 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国会大量发展呢 因为 你个个都会问我拿 又是一门大生意 身边呢 还有很多变化 新能源汽车呢 就是其中之一 嗯 现在呢 新能源的概念 不论在中国 还是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上呢 都受了热盘 资金源源不絕的涌入 嗯 在过去这些 往往是被视为一种发展的陷阱 以往呢 每一轮的石油暴涨 总会呢 催生了一轮呢 新能源开发利用的热潮 嗯 然后呢 美国主导的石油价格呢 嗯 再来一次 一轮的暴跌 就将这些这样的新能源企业呢 全部消灭得一干二净 嗯 这一次呢 还会这样呢 时代就不同了 哦 因为 这个 新的玩家已经出现了 去年石油的价格呢 是暴跌 但是呢 新能源汽车呢 却呢 在石油暴跌那个废墟上面呢 是狂飘特飞晚进 而中国就是最大的支持者 嗯 以引入特斯拉作为竞争对手 肯见了呢 中国作为全世界的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 里面呢 有泡沫 但是呢 背后呢 就是呢 有更加大的战略 这一次的石油呢 不但不会呢 是消灭这些新能源 反过来呢 中国会通过新能源去推广 全方位降低对石油的依赖 这个呢 这个呢 将会在全世界形成了一个趋势 而最终的目标 就是打破挂钩在石油上面的美元霸权 从这一点呢 大家 大部分的国家 有共同的利益 訴求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巴黎气候的协定 也可以为呢 中国所用 成为呢 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美国在过去四年呢 已经是尝试过呢 要脱离世界 但是呢 美国同事呢 也都发现了 不是世界离不开美国 是反而呢 美国离不开这个世界 嗯 所以拜登一上任第一天呢 就要回到呢 巴黎气候协定 从而呢 这个角度来说呢 他们呢 是已经注定错过了新世界的格局 在这个新世界格局里面 担任一个领导者的机会 最后呢 过去 在美元挂钩的石油之后呢 美国人担心呢 石油 越滑越多呢 会引起很多人对美元的一个价值 的稀释的担心 所以呢 这里呢 大家可能不知道了 所以呢 美国呢 以前呢 提出了一个 这个流传 甚至说的留言 叫做呢 石油沽掘 80年代呢 石油再过30年 就会用尽的了 嗯 90年代就说呢 50年呢 就会用尽了 实际上呢 过去40年呢 现在的石油不但没有沽掘 嗯 反而呢 随着这个勘探和开采的技术 进步呢 石油越滑越多 嗯 不要说50年了 可能二三八年都没有用完 嗯 所以呢 现在呢 再没有人提起这个留言了 现在欧洲呢 最初是 推动之下 利用这个 气候 变软 搞这个 碳排放权 这一席呢 也是有争议的 但是不理怎样 既然为了全人类 中国也不会反对 所以呢 现在呢 中国呢 已经在广州 设立了 碳排放权交易所 嗯 未来可能呢 还会推出 碳排放权的 期货的 全球化交易所 嗯 将这个呢 转化成为 中国的舞台 这个呢 可能是他们 此料不及 极无可内海的事 嗯 中国呢 借机呢 是瓦解美元的霸权的最终一役 这个你说 挺大的 好精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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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局 真是行啊 不是开玩笑 因为 这里讲过能源 那我又 讲一点点资料 给大家听 好啊 就有关于 刚才大卫sir 讲的那个 镜子发电站 嗯 那我们呢 今次呢 我们呢 就拿这个 中国一个的 发电站 举个礼 新能源方面 中国的发展是怎样的 嗯 我们知道了 中国的 国土面积呢 是有 960万平方公里的地方 嗯 嗯 就是 这个 如果是 将50万平方公里的 哥碧沙漠 是 加上去的话 那 就中国的 沙漠面积呢 能够达到 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 就是 大概是 这个 十分一 嗯 那么 除此之外呢 中国境外呢 还有八座的沙漠 如何 将这些 这样的 土地呢 合理地利用呢 是一直 困扰向 中国的一个难题 嗯 除了一直 进行了防沙 自沙之外呢 是种植造林啊 计划之外呢 中国呢 还打算斥支 三十亿 在敦煌周边的沙漠地带 建立一座叫做镜子发电站 嗯 这个发电站呢 是由1.2万面的镜子 而以同心园建造 完成 同心园的意思 它是中间 然后所有镜子 对着中央 围繞是260米高的高塔 进行去吸热的 能够在24小时提供 100兆瓦的电量 是国家首批光热发电示范的电站之一 亦都是亚洲最大 最光的规模最大 是吸热塔最高 是这个处热镜最大的 可以24小时连续发电 熔岩塔式 它们用熔岩来做 就是处这个电 光热电站 除此之外 该电站的连发电量 可以达到惊人的3.9亿度 如果算下来 每年是能够减排 是多少 35万吨 这个二氧化碳 释放相当于 一万某森林的环保效益 为中国节能减排的计划 提供了帮助 这个镜子构成 实际上是太阳能板 通过吸收太阳能 然后转化成为电能 属于中国的光伏产业之一 之所以选择在敦煌这个位置 是因为敦煌四周都是沙漠 沃觅所包围 为处于塔克拉马干沙漠东端的边缘 虽然自然环境很差 但却是中国最好的光照资源集中地之一 刚好能够满足新能源电站的需要 敦煌全年的日照大约是三千二百五十小时左右 能够利用的是一千六百小时 占地面积是三千五百平方公里 这一万多个镜子 会随着太阳的方向进行移动 吸收足够的热能 最后集中在中间的集热塔处聚热量 根据天气以及需求对发电量进行调节 避免出现电力浪费的现象 而且无论晴天、晴天、镜子、发电站都可以发电 其原理就是熔岩塔式的发电 通过熔岩将太阳能储存起来 实现了聚光、聚热、聚热的过程全自动 每年可达三万户家庭 提供100%清洁的能力 敦煌市也凭着大量的光伏产业 光电热装机容量达到1100兆瓦左右 直到2019年敦煌的光伏上网产量达到9亿千瓦 这个数字也几大 收入更厉害 收入可以达到8亿之多 就是连联合国都对中国的项目多次赞扬 美国佬说要共享 美国佬提出要共享 美国佬拿到又偷了我们的东西 反过来说你又偷了我们的东西 这些技术是我的 这些技量真是习惯 美国佬